可算来了 兴兜科技园 古都大学机械园区 石宇赶到这里的时候 封校长他们极不可耐地出来迎接 久等了久等了 石宇对着出来迎接自己的封校长 郝院长 李奶奶等人道 我们等得好苦啊 古都大学机械学院郝院长眼巴巴地道 今年他的心情 可谓是坐火车一样 先是石宇获得全国大赛冠军 古都大学教育经费大增 机械学院也跟着喝了口汤 他很高兴 但是紧接着 封校长又通知他 除了基础支出 今年机械学院的全部研究经费 都给石宇使用 直接让好院长心中咯噔一下 不明白怎么回事 最终 当封校长把机械换售的资料 给好院长看了后 这位年迈的顶级机械大师 傻眼了 知觉的十分的离谱 世界观粉碎 重组之后 恨不得自己跑去空都一记那边给石宇当助手 可惜石宇这家伙 什么助手也不要 只要机械材料 可把老好给机坏了 他不明白 石宇这边 到底怎么回事 石宇不知道刚刚契约摆遍机械不久吗 明明是个新人机械师 怎么忽然鼓倒出来这么NB的东西了 不科学啊 其实石宇也不是那么无情想要拒绝好院长 主要是领嫌好院长等级太低 可能会在研究上托自己进城 无情的是领 总之 直到跟风校长 李博士聊了聊后 好院长才知道 原来石宇有这个计划很久了 在很早之前 石宇就因为虚实换影技能和入梦霸王龙化石经历 拥有了复活远古生物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 随着石宇考古发现蕴含机械系最强天赋觉醒的道具那一刻 彻底成熟 石宇考古发现觉醒镜的事情 除了陆青衣和白皙之道 在展露机械幻寿时 也告知了风校长 李奶奶等人 让他们羡慕得牙痒痒 这小子 怎么这么好运 这让他们很感慨 同样是十一局成员 但人与人之间 毫无疑问也是有差距的 聆听天赋是厉害 但其他十一局成员 也没厉害到十语这种程度 陆青衣破解部分神话遗迹 宠兽获得神话传承 已经在十一局中 算是极为不错的大收获了 但是石宇 无论是木徽因传承 五帝传承 女帝秘文 空帝传承 还是龙宫城的沧海遗迹大收获 还是月女道具 都是丝毫不逊色 石宇这小子 从遗迹 考古中获得的好处 简直太离谱了 他们估计 也只有历史中 直接得到神话遗迹认主的龙帝 在机遇方面 才能和石宇媲美 进展怎么样 李奶奶问道 一切顺利 除了霸王龙 还会有几个灭绝物种 和他一起作为机械幻兽进行展示 石宇道 多谢您的化石了 好说 下次再多拿几个果子就行了 李奶奶笑颜竹开 说的是时间果实 这是石宇前不久孝敬给李奶奶的 毕竟没有他 他也契约不到餐宝宝 其实对于变异餐宝宝 李奶奶也很感叹 竟然能被石宇培育到这种地步 竟然进化后成为了能灭杀两尊霸主的存在 果然没送错啊 幸好没自己煲汤用 而是送给了石宇培养 要不然就赔了 时间果实 石地宠兽的代表技能啊 李奶奶猜测 如果说 石宇的石铁兽 是从武帝那里获得的传承 那么参宝宝这里 肯定是从石地手下的木灰音音灵 或者说图腾冰龙那里获得的时间系传承 石宇这家伙 还真幸运 一切考古成果 都能用于强化自身 李奶奶的判断倒也没错 参宝宝的变异体 的确在冰龙一记吸收了不少时间之力 放心好了 机械大会交给我就放心吧 到时候一定会让各位前辈惊喜 石宇肯定道 我现在要去准备战斗了 战斗 刚想询问石宇更多更详细内容的 封校长等人一愣 什么战斗 你不是来参加机械大会的吗 怎么又跟战斗扯上关系了 从空都那边过来的时候碰到了季风 和他约了一场一VS一战斗 就在兴兜 我想先去备战下 众人恶然 靠来参加机械大会你也不消停啊 你现在不应该备战机械大会吗 备战和季风的TK是什么鬼 没办法没办法 要不明天先来看个对战 反正机械大会是后天 不急的 机械大会有领自己备战就够了 众人 十宇的确要备战一番 战前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十一刚刚特训完 状态不太好 肯定是地调整下的 内敛状态的体力支援中空着能量去战斗 能发挥出来的战力 和攒满了去战斗 能一样吗 除此之外 十一也需要在战斗前 提前攒满豆豆熊 在预兽领域的比赛对战中 没有规则不允许宠在战斗前叠满buff 叠好状态 不过一般来说 许多自我强化的技能 都是消耗巨大 无法持续持久使用的 所以很少宠兽会提前进入爆发状态 比如赤童的万剑归一 十一的锋芒爆发 据话 都是强化buff 但都不适合提前进入 因为没有意义 只会浪费更多体力 但是 却有一些技能 提前用 不仅不会增大消耗 还会减少消耗 时宇看过季风的战斗 它的元素主宰 就可以提前在体内攒好后备元素能源 然后直接用于战斗中 和十一的内敛锋芒 速速的无限吞噬空间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就是那种合乎规则的提前强化 而十一 除了内敛体力支援 还有一个类似的技能 就是凝豆成兵 它可以在战斗前 花费体力 制造出最大数量的豆豆熊 携带在身上 然后 再慢慢恢复满体力 到时候战斗中 就可以直接派凝聚好的豆豆熊进行战斗了 而不用重新花费巨大体力去现场凝聚 这才是凝豆成兵的真正用法 赤童的替死鬼 参宝宝的时光印记 都是同样道理 季风那边 肯定不会放过战斗前加满后备能源的做法 时宇这边 自然也要充足准备 片刻后 一记空间中 圆滚滚的十一坐在地上 一边吃着食物 一边凝聚着一颗颗黑色的小豆子 像小磁铁一样把它们贴在身上 全副武装 还没到夜晚 一共30颗豆豆熊 都暂时以豆子的形式诞生 被十一文满全身 四日 星都竞技场 作为星都市规模最大的竞技场 今天这里 直接被星都协会会长清场 专门捧了出来 原因很简单 他接到了季风的申请 序列第七季风 要和序列第五十语 在星都竞技场进行一场一 VSE对战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协会总部那边早就下达指示 序列前十每一次的交战 都需要各地协会高度配合 甚至序列之争委员会的中局长 都连夜赶来了星都 想要亲眼见证下这一战 钟老 您来啦 小马啊 好久不见 星都竞技场内 第八局局长兼序列之争委员会 负责人之一的中局长 和星都协会马会长见面后 互相寒暄起来 可算让我再再逮到 时宇这家伙的对战了 中局长感慨道 明华交流赛时候 他就判断那只石铁兽权力很可怕 但是 谁能想到 后来竟然直接就战胜了空地的宠兽 一下起飞 隐隐成为国内最强军王 那之后 虽然时宇排名上去了 但是没能亲眼看过战斗的中局长 一直惦记着想看看时宇的权力一战 现在季风挑战时宇 是很好的机会 哈哈哈哈 早就听闻季风和时宇的天才之名 这次也终于可以看下他们的战斗了 马会长也颇为感慨着 季风的爷爷 是传奇玉寿师 他完美继承了季老爷子的万象亲和天赋 实力强得很 而时宇 马会长看到过自家式的星都大学被时宇暴打 也不陌生 都在啊 除了中局长 马会长 风校长 李奶奶他们也抵不住看热闹的心情 昨天听闻后 今天也都来到了现场 对此 中局长和马会长 除了热烈欢迎 似乎也没别的选项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观众 没有多少 序列前十的战斗 也不适合大范围公开对战 毕竟作为人类大国 有不少图腾一族想弄到东皇选手的各种情报 各大学院对战系的第一课 就是教学域寿师 无论什么时候 最好都有一张无人知晓的底牌 不一会儿 时宇和季风约定的时间就到了 两人各在工作人员那边拿了一些战斗物资 比如补充体力的补品 恢复伤势的商药后 便从竞技场两侧进入场地 左侧边 季风穿着一身锦衣 拥有一头飘逸的长发 看上去不像现代人 不过这也正常 在图腾国卧底 历练多年 说不定习惯还没改回来 右侧边 时宇穿着日常的熊猫服 之前的六级研磨大衣 因为宠兽门变强得太快 已经差不多烧毁无法用了 而七级以上的战斗服 一时间又没办法找到那么合适的 时宇打算过段时间去定制衣件 现在的话 反正也不用附体战斗 便穿着休闲服来凑合一下 两人登上场地后 互相点了点头 来让我看看那只石铁兽究竟有多强吧 季风开口 说实话 他卧底图腾国那么久 见识到过许多百年君王 在图腾国 君王及凶兽 普遍比东皇国内的野兽君王凶兽更强 但即使如此 虚空螳螂也绝对是他见过的最强君王了 比一些霸主都要厉害 这种情况下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石铁究竟是怎么战胜对方的 都全力以赴吧 石铁也颇为认真道 单挑情况下 陆学杰也不一定能战胜季风 因为强化天赋的御兽师 强化特定一只宠兽 和强化全队宠兽 消耗肯定是不同的 为了让自己这个序列第五名负奇时 为了让接下来的挑战者少上一些 石铁觉得 的确有必要和季风一战 主要是他战绩太少了 只要季风输给了他 那之后 别人没道理越过季风来挑战他 他就可以更轻松了 除此之外 在稳定下前五 说不定传说资源也更容易要到 石铁是抱着这个念头 才接受季风的挑战的 此刻 即将展开的战斗 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中局长 马会长 封校长等人已经迫不及待 轰 随着石铁 季风共同召唤出宠兽 战斗瞬间拉开帷幕 小张 记录 序列之争委员会的中局长 对着旁边的眼镜记录原道 元素主宰 紫光闪烁 随着一声轰鸣 场地自然能量涌动 天空风云变幻 火 风 光三系 全身油红 青 金三色组成 高达两米多的类人形元素生物 在紫色的召唤图阵中 轰然降临在这个竞技场 虚幻的身姿 空明的目光 强大的波动 中等霸主种族 君王级 元素主宰 自然的宠儿 季风果然派出了他的王牌 众多大佬目光闪烁 石宇这边 同样的紫色召唤图阵 这小子 中局长等人的表情 开始丰富起来 石宇突破到六级了 这么快吗 空地一计 看来果然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在紫光的渲染下 蓝紫色的电光迸射中 石宇也被召唤了出来 内敛状态 黑白交织的石宇 抖了抖毛发 蓝色蕴含闪电的目光炯炯有神 在场地混乱的元素波动中 镇定地看着敌人 鹰 一米左右的小石铁兽 仔细地盯着对面的大家伙 季风也凝重地看着紫色图阵 和眼前的石铁兽 元素主宰 V.S. 石铁兽 健壮 中局长他们 深呼吸一开口气 他们想看的 就是这个 双方处于对峙阶段时 几个围在一起的大佬们 快速分析了起来 元素主宰 基础能量值577万 虽然元素主宰的能量值不高 但是 对于自然力量的修炼程度 却是非常高 再加上季风的万象清和天赋 能保证他每一道攻击的威力 都不逊色于霸主一击 但消耗却不会很大 季风输给了虚空螳螂 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方的禁魔领域 外加上一剂内自然能量稀薄 无法完美发挥出万象清和天赋的最大作用 宠兽从君王级突破到霸主级 生命层次提高后 身体会再次脱胎换骨 身体 精神会对于自然能量极为敏感 闭着眼都能感受到清晰的元素力 一只火系的霸主级凶兽 或许只是用100点能量值 凝聚了一道普通小火球 但是在强大的自然掌控力下 这道小火球 有可能在攻击过程中 瞬间调动来 来自自然中 来自太阳中的炽热元素 变成一道足以轻松秒杀君王的致命火球 这 就是自然之力的运用 用最小的代价 去把技能的威力 提升到最强 借天地自然之力去攻击 所以才说 自身能量值对于霸主级生物来说 已经不是战力的第一参考对象 因为他们用100点能量值发挥的一道普通技能 就有可能在自然之力的增幅下 发挥出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甚至改写自然 季风之所以这么强 是因为他的万象清和天赋 可以增强宠兽对自然之力的清和度 掌控力 做到类似的效果 所以 被他宠兽的500多万能量值骗了 就输定了 就算是十余目前的宠兽 哪怕一些涉及自然之力的技能锻炼到了满级熟练度 他们对于自然之力的清和力掌控度 也都还是不如季风的宠兽的 毕竟没有天赋加持 不过 等他们突破到霸主级 生命层次提升 身体与自然合一后 有着满级自然之际熟练度的兜底 对于自然之力掌控程度倒是不会差 而且会很强 在外边战斗 季风的实力 可以发挥到最大了 中局长讲完 看向了石铁兽 这一看 吓一跳 能量值 750万 离谱 在场众人都清楚 九黎战兽分为积蓄能量的内敛状态 强化体魄的正常状态 锋芒爆发的超负荷能量增强状态 内敛状态 就是石铁兽形态 这个形态 是石铁兽最弱的形态了 怎么连这个形态 怎么都有750万能量值了 已经用了那块传说磁金了吧 风孝长道 不知道自然之力 V S 锋芒爆发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众人都全神贯注 关注向这场对战 风拙光刃 战斗一开始 季风便让元素主宰使用了风 火 光三系的专属大绝招 去攻击石铁兽 下一瞬 缠绕旋风 火焰 闪光的元素刃 快速凝聚在元素主宰手上 同时 在季风目光微微闭合下 漆黑的世界中 充斥着无穷的光芒 来源于太阳的光芒 高温 来源于空气的风元素力 都猛然向着元素主宰手中 那威力本就已经很恐怖的 风拙光刃汇聚着 嗡 一瞬间 外界 宛如发生了元素潮汐 漫天自然能量汇聚于该技能中 让元素主宰周身散发出 恐怖的能量波动 剑状 作为观众的众人目光一鸣 的确是霸主级的力量了 此时 时宇和时宜面对对方即将发起的攻势 也不是一点反应没有 时宜微微抬头 他虽然掌握引雷针 但那玩意 对于自然之力的调动 完全不如对方 就不现眼了 轰 微微抬头后 时宜熬的一声 气势全面爆发 寂静呼道 王之威慑 小小的身躯 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咔嚓一声 就像是空间破碎的声音传出 一瞬间 汇聚在竞技场的自然能量 向着见到了真正的元素主宰一般 轰然靠着四面八方快速的如同海浪般散去 感受到了战力 强大的威慑技能 完全可以一个念头让雨云消散 让雷霆灭声 已经到了能让大自然给自己面子的地步 虽然没有学习进魔领域的资质 但是通过威慑 十一也能一定程度抑制下对方对于天地自然之力的调动 这一刻 对面的元素主宰目光一鸣 精神波动和跳动的心脏一般 砰砰砰感受到了来自这只石铁兽的恐怖压迫感 轰的一声 无与伦比的元素潮汐和威慑波动的碰撞下 仿佛空间互相碰撞 挤压 整个场地被包裹在两股庞大的气场对峙之中 刷 此时此刻 元素主宰已经凝聚完成了不那么完美 却依然威力恐怖的风拙光人 而十一这边 散发威慑过程中 硬化物质自然而然通过身体接触覆盖起地面很大一片领域 一个直径10米的硬化领域 悄然形成 大地一片漆黑 紧接着 元素主宰手持元素刃 元素化为闪光 以极快的速度 习向十一 灵力斩来 宛如手持常见的骑士 通过超视力 十一还算能看清对方的行动 面对他人肉眼难以看清的攻击 他并不慌乱地双臂抱胸 身上白金之光闪烁 与此同时 他脚下的硬化领域上 一个个的痘痘熊 从硬化领域中孵化 提前攒好的30个痘痘熊分身 立刻出现在了十一身后 他们在诞生成长之时 也是和十一一样 全身白金之光闪烁 君团祭 顾若金汤 莺莺莺莺莺莺 X6 30道的莺莺莺生中 30只痘痘熊出现 此时的痘痘熊 其实早就已经脱胎换骨 精通级的宁斗成兵家出神入化 级分身的组合下 痘痘熊的成长等级 早就来到了君王级 此时每一只痘痘熊 都有着百万能量值 堪比寻常君王种族 君王级凶兽 用三十只加一起 能量值就是三千万之巨 要不是这些痘痘熊是提前攒好的 十一在正常战斗中 根本无法一口气释放这么多痘痘熊 更可怕的是 精通级的痘痘熊 虽然还依然无法继承超阶技能 但是低等级技能的熟练度方面 他们已经解锁到了出神入化级 也就是说 此时每一只一百万能量值的痘痘熊 都有着出神入化级的固若金汤技能可用 紧接着 下面一幕出现了 在十一的寂静呼道级固若金汤围核心下 三十只君王级痘痘熊 又一起展开 叠加了三十道固若金汤 这三十一道固若金汤 紧接着 在军团级特有的共鸣效果下 爆发出了极为璀璨 耀眼的力量 群鹰会翠间 场地上 三十一只石铁兽身上的白金汁光 化为了一个庞大的金色领域笼罩了他们 轰 金汁领域宛若一座巨大的虚幻城池 牢不可破 蹦射着惊人的光辉 金色气焰耀眼无比 熊猫王十一站立于前方 双臂抱胸 悠然自得 身后三十只痘痘熊大军也在成长过程中 双手抱胸 目光中充斥着无敌之姿 刹那 元素化而来 手持精自然之力强化的超阶技能的元素主宰 将风拙光刃与固若金汤相互碰撞 紧接着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 轰隆一声 风拙光刃展向固若金汤 就犹如以卵鸡时一样 风拙光刃直接爆裂 而固若金汤则只是猛烈的震荡一下 便很快恢复平静 看上去毫发无损 轰 剧烈的元素爆发下 元素主宰猛然被反震出去 惊疑地看着眼前轰然出现的石铁兽军团 对面 季风也表情猛然一变 目光凝重地看着眼前的金色领域 元素风暴 季风不信邪地大喊 下一刻又是一股三重元素力组合到一起的技能 被反震出去的元素主宰停住身形后 双手合在一起 然后瞬间张开 紧接着 剧烈的元素风暴 轰然席卷着自然之力在场地上形成 每一种 都足以瞬间将寻常君王及生物吞噬殆尽 每一种 都不逊色霸主级的攻击 多重元素风暴轰然来袭 对面 以十一为首的三十只痘痘熊 已经将固若金汤领域收敛 把领域缩小缠绕在了自己身上 避免浪费能量 不过此时 每一道固若金汤之间 依然存在着联系 进行着共鸣 轰 多重元素风暴扫过 直接从石铁兽军团身上碾过 但肉身立于元素风暴中 每一只痘痘熊 眼睛都不带炸一下的 元素风暴就宛如浮游汗术一般 最多只能让固若金汤的闪烁更加明亮一些 却根本不足以打破这绝对的防御 被轰 一只只痘痘熊 包括十一 被席卷在元素风暴中 他们直接双臂一丝 下一刻 无数的元素风暴 就被干扰爆炸 恐怖的爆炸波动 闪烁了整个竞技场 五颜六色的元素粒子 化为漫天烟花飘扬 而一切的忠心 十一和三十只痘痘熊 依然毫发无损地站立于场地 目光淡然 看着元素主宰 仿佛是在说 纪师傅 别刮了 元素主宰 别刮了 可惜熟练及不死 今生无法融合这固若金汤用 不然真 打得还没回的血多 此时 固若金汤 除非真正的霸主来才能破防 这也是十一感认为 此时自己不输虚空螳螂的原因 眼下这一幕 对于纪风来说 对于元素主宰来说 无疑是大恐怖 要知道 他们的配合衣机 就算是霸主及生物 都不想应接 因为会受伤 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 完全是违反常理的 竟然 无法破防 怎么可能 就算自然之力受到了对方威慑影响 但也绝对不至于如此 纪风瞳孔一缩 难以理解 元素主宰也一样目光慎重到了极致 而观众席的一个个观众 如中局长 风校长 李奶奶 马会长等人 也都是微微张着嘴巴 吃惊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撑不久 只是片刻 纪风便咬牙下令 选择了让元素主宰进行火力压制 他不相信 时宇他们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多久 但有着体内储存的庞大能源可用 元素主宰进户无限能量 至少持续进行几个小时的战斗都完全没问题 轰隆隆 随着季风继续做出选择 元素主宰开始分出一个又一个元素分身 这些元素分身 全部冲向十一他们那边 展开了自暴式袭击 对面 时宇看穿了对方的想法 道 纪学长 可不仅仅你的宠兽有后背能源 一个又一个元素主宰分身冲来 前赴后继的爆炸于十一 痘痘熊他们身前 引起无与伦比的大爆炸 能量的爆发下 十一他们无视的同时 也即将做出反击 每一只痘痘熊都掌握蓄能闪电技能 他们体内的能量 可以转化为电力 传递给本体 也就是说 每一只攒好的痘痘熊 都是后背能源 使铁兽军团站立于硬化领域之上 无穷的电流流向中心的十一体内 与此同时 它的体型猛然地扩大着 扩大着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全身光芒闪烁 直接进入了超负荷强化能量的 极限爆发状态 对面 季风和元素主宰表情依宁 吼 在众多痘痘熊的簇拥下 仅仅巨化到了近十米 十一就停了下来 但是它节节攀升的能量 却是没有停下来 自己的体内积攒的力量 再加上痘痘熊传递过来的力量 借助锋芒爆发 十一一下子将自己的极限能量 强行提升到了三千万 这个状态下 任由十一拥有极强的体魄 也是瞬间超过负荷 不过无所谓了 有不死金身维持 一击而已不会有事 甚至配合锐不可当 多爆发两轮都没问题 久离状态的十一 直接隔空向着元素主宰拍去 轰 天空中雷电弥漫 一个长宽都达数十米的雷霆 大手印 瞬间形成 大手印威势铺天盖地 仿佛能镇压一切 巨化加雷掌加威射 更为恐怖的威射下 天地自然之力猛然消散 空间都仿佛凝固 威势浩大的雷掌下 对面的元素主宰瞳孔一缩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主人 这玩意跟 GEM 大虚空螳螂一样难受 他想吊集自然之力 却发现 自然之力都已经在威射的震慑下 四散纷飞 以他对元素的掌控力 还不足以超出此时威射的掌控 烦死了 同时 雷掌之上的威射 也让元素主宰心神震荡 毁灭你 与你何干 而对于这一切 全力施展天赋的季风 质感无能为力 只能难以理解地看着这一切 怎么可能 使与一个心灵感应天赋的玉兽师 宠兽怎么可能这么强 轰隆隆 元素主宰直接被雷掌拍在了场地上 元素之身瞬间被雷霆撕裂的残破 毫无反抗之力地被拍碎在了地面 见状 季风一下子傻眼 对面 使与则是呼了口气 提前攒满豆豆熊 果然是明智之举 这样打起来就不费力了 此时 使与没什么 但季风心太崩了 他带入了一下虚空螳螂的视角 一道猛的牙匹的空间切裂 攻击到石铁兽身上 却根本连防御都没破 无论怎么打防御都是破不了 随即 对方一下子爆发出媲美霸主级的能量值 发出出针 霸主的恐怖一击 秒杀一切 打个屁 怪不得当时虚空螳螂骂骂咧咧咧 现在 季风也微微张着嘴巴 想骂咧咧咧 他看着对面的石铁兽军团 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宠兽 这 这是什么战法 他 被全程碾压了 即使是在外界 依然和在一季空间对阵虚空螳螂一样 当然 此时最震惊的 还是一直在观战中的各局成员 以及星兜当地会长 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战的结果 虽然说 无论谁获胜 他们都不会太意外 因为都有可能 但是 他们无论怎么也没想到 前序列第五季风 面对石鱼 竟然连对方防御都破不了 王牌宠兽 更不是对方一击之敌 这 中局长愣住了 他旁边的记录员也愣住了 既封上一次输得这么惨 好像还是找传奇玉兽师挑战时候吧 这小子 是怪物吗 这么快就把那块传说资源转化为了实力吗 封校长也在旁边万分震惊 这变强速度 也太快了吧 明明之前陆轻一和他说 不用魔神之力的石鱼 和封魔师实力差不多 但现在看来 怎么不是那么回事了 与此同时 场地上 季风也是瞬间面色一黑 忽然想起了石鱼 在空地一记时候所说的魔神之力 刚才对战时候 石鱼他们 好像没有用吧 承让 面对脸色一黑的对手 石鱼微微一笑 这笑容 让中局长 马会长等人 瞬间沉默 官方从未承认过 石鱼的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的称号 但是现在 他们怎么感觉 这个称号 怎么那么名副其实了呢 当天 序列之争委员会便公布了 这一次序列之战的挑战结果 东皇各地 一个又一个序列之争的成员 都沉默地看着序列官网的最新消息 序列第七季风挑战 序列第五石鱼 季风白 如果说 之前没有选手兼战斗的战绩 去证明石鱼序列第五的身份 部分人还抱有观望态度 那么现在 许多人都沉默了 原序列第五 先后败在了陆清一 石鱼这两个古都大学学生手里了啊 陆清一还好 和季风年龄年龄差不多 但是石鱼 分明才二十岁就离谱 网络上热议不断 高轩 邹运等人 都沉默地刷着新闻 下方 则是一群吃瓜玉兽师的讨论之地 石铁兽战士 无敌了无敌了 传奇之下第一人这回没问题了吧 陆清一和石鱼都是古都大学的 他们肯定打过 排名没变 说明石鱼更强 补充少年 石鱼大佬天下第一 有一说一 对战 考古 四语 样样精通 太牛了 除了生孩子 还有什么石鱼大佬不会的吗 下方有人回复 我不是重重 估计没有了 就算现在没有 将来估计也会有 有着一群这么优秀的宠兽 要说石鱼明天研究出来一个机械新流派 我都信 看到这里 高轩眉头一皱 只感觉现在的网民 多少有点大病 机械系乃东黄 七国立国之本 真要发生图腾之战 还是得靠机械大军 这些人 真的以为机械系也那么容易吗 他直接给这个 我不是重重 点了个彩 然后压抑住了顺着网线去和他理论的心情 直接拉黑完事 这些人 也讨论的心情